本週新聞摘要 雙語學習結合闖關遊戲 以民俗與學童一起認識世界多元文化 知識改變命運 學子募書到緬甸10年來超過14萬測愛心 象徵新住民落地生根 平線推出海之女神一卡通紀念套卡 新住民語言學習不間斷 遠距教學計畫看過來 並故一功要當心 把握333守則查證避免處罰 歡迎收看NIA News 為了與世界接軌 台灣推動雙語教學政策 積極培養雙語人才 民民署台北市服務站 特別安排多位移民官 至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 參加一年一度文化英語遊議會 並設計了英語、韓語 情境學習暨闖關活動 與小朋友互動 百余人爭相闖關 體驗新南向18國及日本 韓國、英國、美國、印度、意大利等文化 特色 移民署台北市服務站主任黃林玉表示 要與世界做朋友 第一就是語言 透過語言能與世界更好的交流 他更鼓勵小朋友要培養自己多國語能力 長大後能以移民官為志願 服務國家、影響世界 為支持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 為緬甸北部的華校師生募書 豐富當地圖書資源 台北市隆門國中 今年參與此募書活動 為推動世界閱讀近一己之力 以提升閱讀風氣 傳承中華文化 最終目得书34箱 1925本 衣物玩具6箱 共40箱 月650公斤 此募書送愛到緬北活動 集合全校親師生之力 募集三週點點滴滴 參與人員年齡橫跨一甲子 即使我們與緬北相距千里 但付出無愛閱讀五願佛界 直接活動已於5月15日 週三上午10點 集合各班圖書部長 從圖書館搬至和平門 合照搬上貨車 送至募集地點 畫下完美句點 謝謝收看 我們下週再見